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带来一部上映于2012年的动作科幻电影《太空一号》 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2079年 那时美国建成了全世界唯一一所超级监狱太空一号 顾名思义,监狱的第一点选在了绝对不可能发生粤雨的太空 而且收押方式也很特别 犯人们入狱后全都被冷冻起来进入长达数十年的休眠状态 这个听起来是省钱省人力的好项目 可外界一直有消息称,冷冻过程会让大脑皮层受损 继而使人表现出攻击性、痴呆和癫痫 为了核实传闻的真假,女主角小白来到了《太空一号》 她是政府人权部门的负责人 而且这个女孩还有一个重要身份 那就是美国总统的女儿 然而如此身份的人来到关押500名罪犯的太空监狱 居然只带了一名贴身保镖 这种疏忽大意为接下来的意外埋下了祸根 小白来《太空一号》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和解冻后的犯人沟通 看他们的大脑有没有受冰冻影响 第一位被唤醒的犯人是杀人犯独眼 他情绪暴躁,不断用言语挑衅小白 对话还没进行多久 一旁的保镖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保镖把独眼狠狠地压在桌子上 让他老实点 可没想到独眼居然顺势抢走了保镖的手枪 一番扫射之后 独眼成功反杀在场的所有警察 而小白也不幸中枪受伤 紧接着呢,独眼又释放了所有冷冻中的囚犯 一时间太空一号发生暴动 这里本来就没有几个看守人员 发狂的囚犯们立马占领了整个监狱 这些囚犯中的头头是独眼的亲大哥 大哥人狠话不多 他拿下监狱领导权之后 马上把小白一星人抓起来当人质 然后和政府进行谈判 要求释放500名罪犯 总统听到消息后 本想派出海军陆战队 对囚犯进行围剿 然而一个下属说 太空一号那么大 军队进攻时如果囚犯们察觉到异常 人质很可能会遭遇危险 其他人倒是无所谓 总统女儿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啊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特工 提前解救小白 那么接下来男主角斯诺就闪亮登场了 他是一名前职特工 现在却被人陷害入狱 马上就要到太空一号复兴30年 他被陷害的细节嘛 也不是很重要 我们就先略广 重要的是呢 能证明斯诺清白的同伴 此时就在太空一号中复兴 为了洗刷罪名 他只能接受任务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此时大哥并不知道 小白是总统的女儿 美国政府就利用这一点 和他展开了谈判 双方交涉的过程中呢 谈判专家提出 只要大哥放走一个人质 向美国政府表达诚意 政府就会单独释放他和独眼 听完这个提议 大哥有点心动 而小白呢 也因为腿上有伤 成了最适合被放走的人选 可偏偏倒霉在独眼 看上了小白 不舍得让他离开 他甚至还杀了一个人质 表达自己的坚定态度 这下双方撕破脸皮 谈判就这样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呢 后来大哥也在新闻上看到 小白是总统的女儿 他瞬间意识到 这张筹码有多么重要 500名囚犯换总统女儿一命 就看美国政府怎么选 不过小白也不会任人摆布 他在转移求是的过程中 瞅准机会成功逃脱了 之后他和保镖躲进一个密室 两人锁好门等待救援 但没料到 这间密室是全封闭的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氧气渐渐不足 保镖为了让小白多活一会儿 选择开枪自杀 可这也作用不大 小白的生命危在旦夕 那我们先放下小白 看看斯诺那边 斯诺在囚犯们和政府 谈判扯皮的时候 登上了太空一号 开展一系列的营救行动 就在小白马上能死亡的危机关头 他及时出现 诈破密室的通风管道 把小白救了出去 接下来斯诺的计划很简单 把地图交给小白 让他去五层做逃生舱离开 而他自己去寻找同伴 拿到证物之后 洗刷冤去 政府顺利放过他 双方都皆大欢喜 万万没想到 傻半田的小白看不懂地图 而且大哥在发现小白逃走之后 就利用监狱的通讯系统 把小白的照片 公布给了所有囚犯 如果现在让他一个人出去 那简直就是送羊入户口 看到目前的情况 斯诺只能拎着小白 一起去找同伴 只不过这一路上 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小白可不能这么招摇过世 所以斯诺大手一挥 直接用咖啡加浇油 把小白变成了小黑 但是吧 这个伪装术显然不太管用 他们很快便在囚犯面前暴露了 幸运的是呢 二人逃跑的时候 恰好碰见了斯诺的同伴 然而同伴因为冷冻的原因 已经变成了痴呆 他把能证明 斯诺清白的政务放在了某个地方 可就是说不出来到底在哪里 更令人心交的是呢 这个同伴后来还把自己 翻锁在一个控制室里 在主角一行人手忙就乱的时候 太空一号更是被囚犯们 搅得一塌糊涂 犯人们的胡乱操作 让太空一号偏离轨道 坠向地球 在坠落的过程中呢 太空一号又不断和卫星发生冲撞 而斯诺同伴所处的控制室 也不幸被卫星碎片击穿 空气越来越细薄 最后他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信息 就死在了真空的控制室里 这下斯诺是洗不清身上的脏水了 可眼下没有时间难过 他迅速找到逃生舱 想把小白送出去 没想到小白竟不愿离开 非要斯诺单枪匹马 解救所有人质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此时独眼出现在屏幕上 说小白要是还不出现 他就每三秒杀一个人 小白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同事被杀 就说出了自己的位置 而斯诺则是欲哭无泪 费了这么大劲把他给救出来 现在功亏一篑了 紧接着大哥找到他们俩 双方展开了搏斗 斯诺在打斗的过程中 不幸受伤跌入管道 暂时下线 而小白也被抓了回去 他本以为自己的慷慨赴死 会救下无辜同事 不料独眼不但没有遵守约定 还一时兴起开枪杀了所有的人 这个操作让大哥也懵了 失去人质也就没了谈判的资本 现在他只能把希望放在小白身上 大哥和美国政府又展开新的谈判 但是这次美国政府的态度 却强硬了起来 原来太空一号已经彻底失控 预计八小时后会坠落在美国东海岸 政府已经派出军队在监狱外面待命 准备随时炸掉太空一号 而此刻小白看到同事的尸体之后 也坚定的和总统爸爸说 不要心软 直接把这群匪徒炸死在太空里面 既然总统女儿主动选择为国捐区 军队也就得到了炸监狱的行动指令 开始往太空一号安装炸弹 大哥听到这些 只能一巴掌掀翻毒眼 怪他搞砸了一切 却没想到此时毒眼恼羞成怒 直接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可能对他来说 怨愈哪有得到小白撞摇呢 就在他即将对小白施暴的时候 思诺重新上线了 他三两下就解决了毒眼 不过眼下的情况仍然危急 太空一号各处已经被安装了炸弹 这座巨型监狱马上就要爆炸了 好在思诺临危不乱 他拎着小白穿上航空服 两人直接跳出太空一号 开始向地面坠落 并且最终平安着陆 可他们刚落地呢 美国政府那帮人忘恩负义 居然把思诺抓了回去 幸好虽然美国政府忘恩负义 但是小白是不会忘了思诺的 此时的小白在医院里面 会想起思诺在监狱里的英文表现 选择相信他是清白的 想要帮他洗脱罪名 于是小白凭借着思诺同伴 留下的零星信息 成功地在地铁主屋箱里找到了一个皮箱 正是这个关键物证 让思诺最终无罪释放 思诺离开监狱的时候 小白就等在门口 他们互相救了对方一次 看来接下来的夜晚 注定非常美好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